最后我们要再带你来看到是新庄中港国小的图书馆呢 因为使用年限已久 先前呢好不容易争取到一笔经费 终于呢把这个图书馆改头换面 新的图书馆呢不止空间变大了 藏书也变多了 间接的让小朋友呢 也变得更喜欢来到图书馆亲近书本 中港图书馆使用年限太久 近期争取到一笔经费 已将就图书馆改头换面 不止空间变大长书变多 小朋友也更喜欢亲近书籍 我们旧的图书馆已经使用的年限已非常久了 那这一次刚好有那个配合款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做了图书馆的改造 那这个也是教育部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计划之一 那我们就要很荣幸的就争取到这个经费 然后做了空间的改造 那跟设计师在讨论的时候 就是结合我们的蝴蝶的主题 然后把一些自然的元素 融入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设计里面 因为之前的椅子都很硬 然后没有像现在那么的软 然后现在的书变得更多 每个角落皆有主题 落大的蝴蝶墙是互动教学区 另外配合第一年级的身高绘本区 也将是小朋友的最爱 不过若问同学 他们最喜欢的地方答案可是不同 这边的话木头区就是我们的绘本区 那它采取的座位方式就是让小朋友坐在地板上面 然后也是采用矮书柜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 就是用他们最舒服的方式 然后坐在木头区这边 然后阅读他们喜欢的书籍 对 那中间这边是桥梁书区 桥梁书区的话就是比较适合中年级的小朋友 那在过去的话就是比较适合大孩子看的 那个比较字数比较多篇幅比较长的 那个小说类短篇或是长篇的小说 以墙壁的图画来说 还有室内的装潢 这里 这里 为什么 因为很舒服 图书馆内也针对老师设计了一个长书库 方便他们随时借阅图书设计各班的教学方针 我们后面的长书库呢 最主要收的都是共读书 那所谓共读书就是一般会有30本书 那老师可以配合自己教学的主题 然后去挑选适合的共读的绘本 让全班的小朋友读同一本书 然后老师再去做 从这本书里面去做引导 卡通墙森林座椅营造出快乐学习氛围 相信改造后的图书馆必定是小朋友下课后的最爱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